那在各位参加这次竞赛之后 要怎么样延续这样的动能呢 我有三个主要的价值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创新 寒荣 永续 创新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这次的竞赛里面 最主要的事情 其实是去看到 有哪些新的角度 可以做这件事情 不管你到最后竞赛的结果怎么样 只要你能够学到 新的做事情的方法 你在做你的下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去套用 这样子的新的创新的模式 来看他到底怎么样情况适合 怎么样情况不适合 那第二个呢就是寒荣 寒荣的意思就是 当你在创新的时候 可以去想一想 这样子的创新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 本来没有办法参与 你的创新的过程的朋友 好比像说 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朋友 好比像说 他的认知的方式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朋友 好比像说 在身体或者精神上面 有他们一些特色的朋友 等等去让他们了解到 你在做的事情的价值 并且也跟他们学习 所谓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去让更能够去感受到 现在社会上面有哪些 不公义不正义等等的 这些朋友们 让他也更能够加入你的创新 这样才是所谓 inclusive innovation 那我第三个建议就是 还是要把永续发展目标 这17项目标 能够有个全盘的了解 不然的话 很容易我们在这个方面 inclusive 但是在可能环境的方面 就造成一些不利的环境的外部性 或者说好像我们投入环境保护的工作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到底要怎么样调动 好比方说 最新的一些循环经济的材料科学呢 这个说不定就不容易去理解 所以要一开始就要有 这17项永续发展目标 你要take all the science 就这17个目标 都要当作共同目标 这样子的精神 这样子这个寒融式的创新 才真的不只是这一代 而可以延续到未来的世世代代